今天过来挖芋头了 今天要把这边的芋头全部挖掉 别看没有苗啊 都是芋头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成熟的时候 它这个苗就枯掉了 今天天人 你先干一下活 有道理 我好像挖得动 它都上面硬 你们这里好多那种高神的 我们叫瑟婆子 就好多那种刺的 这个上面长好多 扎到身上 哎呀难受死啊 弄干净了再来挖 不过刚才种糟了 这一棵大吧 多不多看一下 鱼子还蛮多 这么多 这还不多 丰收了 这个多吧 这一棵都是 朋友们你们看 这一棵是好几斤啊 哇那里面还有一个坨 这一坨也是芋 你说这个芋头今天能弄到一篓子吧 我带个这么大的篓子过来 这个也太大了吧 来打个堵吧 我说可以弄到一篓子 半框 半框啊 我就堵半框 输了的怎么办 输了我就叫狗蛋 哈哈哈哈哈哈 那大家能问谁叫狗蛋啊 那你就叫二狗子 你叫狗腿子 你叫狗蛋 这个大不大 哈哈 每一棵都是一窝大的啊 嗯 哦 地动山腰 又是不得了的一核 哎呀 哇 这个鱼子怎么这么大 你看 这鱼子也太大了吧 这个还有 你看基本上每个角落都有鱼头 挖的时候要小心点 哎 好 我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倒是自己 一不小心就挖破了是吧 又好大一窝 我哥再这样下去 你等会就要叫 装狗蛋了 我跟你讲 哈哈 是谁叫狗子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 哇 这一坨 哈哈哈哈 你看看那里的 这边才刚刚挖出来一个 看一下这里 全是鱼头 你得小心 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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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锹啊 哦 种了这么多年鱼头 第一次挖的这么多 鱼头 你掰开全是鱼头 这边这棵开 那边挨着旁边的那棵也是鱼头 是哪里都是鱼头啊 开心摸摸摸摸摸摸的 呵呵 这样挖才适合啊 挖的好几啊 这是一座山啊 山里面全是鱼头是吧 哈哈哈哈 这么大鱼头 你怎么抱 这一坨 哈哈哈哈 我把敲碎 哈哈哈 对 像这叫什么 月子啊 不是 像什么 这就是这么工作 一点一点的刨 刨抄的原因行吗 看这样 像刨军是吧 我以为是一种动物的 哦 这么大一坨 哈哈哈哈 慢慢掰 慢慢掰 哼哼 饿狗子 哈哈哈哈 我挖完了的 现在还没有一篮子 还差得远的 你看 还这么一大堆 没有往里面捡 你们看的全是鱼子啊 我看不到 这个篓子都不一定装得完 你不要乱捡的 没用的要给你掉的 这种鱼子都是无敌好的 这个上面 就是这一个 我们是不要的 这个在我们这边叫做 芋头啊 我们只是这种小一点的鱼子 这个头都没有这个好吃 这没想到 就这么一条挖住这么多鱼头 其实我刚刚 这个要吧 要啊 这个是鱼子 刚刚跟你打赌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 不觉得自己一定会赢 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现在没呀 还差得远 还有这么多呀 我现在在想 我俩等会怎么扛回去 几十斤 还呀 还好你拖着那个车子来 等会抬到路上就可以啊 我太重了 哎呦妈呀 等一下 干嘛 走起吧 走吧 夫妻双双发家怀 拜拜了 好